大家好,欢迎来到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呢 在震荡市场中应该找寻澳股以及美股的哪一个板块呢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就赶紧观看今天的视频吧 美邮两周内65美元是跳上80美元 没有一飞冲天,最终近期是围绕81美元 展开震荡整理的格局 黄金的过去五个交易日想必大家也听说 惊心动魄,最高是2,060美元 最低是1,993美元 2,000美元到底站不站得稳 到现在大家也没有得出确切的答案 按理说呢,今年中国也开放了 二三年大家对疫情的担忧已经完全消散了 但是投资市场好像并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 彻底走出阴霾,而是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和严峻的问题,包括许多的这种负面的新闻 比如说动不动我们就看到说美联储加息啦 导致银行破产,然后经济要衰退 反复是压制着我们市场投资者们的情绪 那么市场的走势到底会如何呢 是大跌以后反弹,还是像现在一样不停的震荡整理 或者说等到美国它暂停加息或者是降息以后 整个股市就彻底放勤,开始上涨 其实呢市场整个不确定的情绪也是非常浓厚的 因为机构也不知道 给大家说一下啊 最近最大的银行对于未来的趋势判断 都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情绪 比如说澳洲最大的银行Commonwells联邦银行 本周呢是宣布它一年其固定房贷利率将会降低 而上周呢同样是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ANZ 却是说会提高一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 也就是说这两家银行对于未来12个月 澳联储加息降息产生了截然相反的预判 同样类似相反的预判也发生在了美国和欧洲 主要的银行和机构里面 所以说呢如果您跟我一样感到有一些迷茫 其实很正常 因为市场呢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和答案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认为呢是从不确定的环境当中 我们尽可能的找一个相对确定的投资板块去进行投资 那么目前来看还是跟我们之前的观点一样 高利息环境下因为利息增加成本端增加 而能够获利的企业其实并不多 银行板块无疑是当中的一个 有关银行如何获益于高利息环境的原因呢 我们GoMarkets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简单说的是银行资金成本的增速 是远低于其不断提高利率而产生的巨大利润的 也就是说呢虽然成本是多花了一块钱 但是你卖出去的产品价格呢就上升了两块钱 那么这个利润是不是就大幅上升了呢 这个逻辑可以运用到全球各大银行 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是澳洲和美国的银行 尽管年期硅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出现问题 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好多次 但是呢大家要搞清楚一点 首先恐慌情绪呢只是暂时影响银行板块的股价表现 而这一波下来其实反而更有可能帮助银行业去优胜劣汰 那么大型银行它有充足的资金运营 优势呢可能不仅仅没有降低反而升 最近呢美股财报季呢也佐证了我们的这个观点 上周五4月14日美股盘前 美国大型的银行是先后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报告 摩根大通花旗富国银行贝莱德的表现均优于预期 消息公布的当下呢股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这就反映了利息净收益随着美联储的升息而扩增 抵消了投资银行部门收入的下滑 这就跟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理论是一样的 那么美国最大的银行 摩根大通公布的财报就显示呢 第一季度的获利是月增52% 得益于美联储的持续加息 该行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利润也超出市场预期 给美股财报季开了一个好头 当日摩根大通的股价是足足上涨了将近8% 澳洲银行方面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 我们也不止一次表达我们对澳洲银行业充足的信心 那么在全球同样的加息环境下呢 我们始终认为澳洲可能是发达国家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除了银行本身的结构 以及前面我们分享的原因以外啊 今天跟大家新分享的一点 有力佐证我们这一看法呢 其实是澳洲的经济 首先联邦财政部官员预测呢 截至2024财政年度结束 也就是在未来的两年澳洲将增加65万移民 技术移民为主 直接呢就引入25岁以上 青壮年劳动力 还有呢是消费大军 人变多了虽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啊 比如说澳联储非常关注的租房紧张 租房价格上升以及租房紧缺 但是呢回到经济上呢 就有更多的消费者增加支出贡献税收 来帮助澳洲推动经济增长 由此呢就削弱加息造成的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美国的经济未来走向呢依然不确定 整个市场呢都在等待更多的数据 造成震荡格局的投资环境 第二个呢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银行板块是会受益于不断的加息 以及维持高利息 利息越高银行的利润越大 第三点相比于其他国家的银行业板块啊 我们认为澳洲和美国的银行股板块依然是优选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话题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拜拜